最近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大,家庭的压力大,导致晚上很难入眠,有点失眠的症状,失眠真的很痛苦,晚上睡不着,白天困得不行,感觉自己气色和皮肤都变差了,机器也相应变差了,什么事情都做不好,治安眠药我怕有依赖性,所以还是决定自我调节吧。 在与失眠斗争的过程中,我收集了一些关于食疗的方法,个人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有些作用的,现在就分享给大家,一,喝牛奶,这个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方法,牛奶中含有一些色胺酸,具有镇静作用的一种氨基酸和感,更有力于大脑冲犯利用色胺酸,而且它能让人产生重百六年的感觉,对婴儿来说,温暖的瓶子就意味着 放松,一切都很好,喝牛奶也有注意事项的,首先一定要是温牛奶,然后量大概的200毫升和300毫升之间,喝太多饭而会影响睡眠,而糖水,很多时候睡前会很烦的,在这个时候,喝也一杯糖水,因为糖水的体内可转化为大量是金属,此物质进入大脑,可使大脑提层抑制而易入睡,不宜经常喝, 经常喝身体有抵御能力了,三,水果,水果主要是香蕉,香蕉剥皮,内包着的东西,实际上就是安眠料片,香蕉除了能平稳,血清素和退黑素完,它还含有让鲸肉松弛效果的美元素,当然这个香蕉一定要是除了的香蕉,不能吃青色的香蕉,另外,我还把鱼子,橙子的皮,放在整边纹一纹,起到安身的作用, 这些食物都是适合睡前食用的,我用下来觉得效果比较好的,当然还有一些蔬菜,坚果之类的,这些就不适合睡前食用了,吃了容易胖,而且不吃鲜辣,鲜身食物,当然除了吃,还要配合泡脑,泡脚,按摩的,这样效果会最好,反合于花美食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